哈喽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咱们村子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户人家 因为他家里面呢出了很多人才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到底他建的这个房子呢,与我们平时的这个房子有什么一样的区别 咱们这里是属于湖南的湘北伦村 村子里面呢,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两到三层以上的楼房 外表呢,建设的都是格外的美观 去他们家呢,要经过一条乡间小道 看看他这栋房子的格局到底高在哪里 就在前面这拐角处了 他这个房子呢,是建在这个河堤上面的 从这个外围环境我们不难看出 他这里啊,有山有水 风景十分的优美 目前这户人家呢,他已经搬走了 是去年搬走的 他一共是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儿子呢,目前去海外做工程师 二儿子和三儿子呢,自己创业都是当上的老板 身价都是三千万 唯一的一个女儿呢,在长沙的一家医院做护士长 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情况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 但是他们家这个老宅子啊,始终是没有拆除 去年都还有人,今年搬走了 但是房子的一侧堆满了石头 据说他们要到这里啊,重新的建一个房子 不知道他们的用意何在 他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平房 红砖砌成的,看上去还是特别的普通,低调的 房子上面呢,都砸满了这个青苔 因为他这个房子靠着山非常的近 所以只要一年不住呢,那肯定就是杂草成生 他这个房子的地基特别的高啊 在咱们轮村修房子呢,尤其是湖南这边 都喜欢靠着这个三件房子 因为大家都讲究,后有靠山 他前方面对的是一片池塘 这是一个人工开造的池塘,里面养了很多的鱼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后有靠山,前有灶 你看他隔壁邻居家的房子建的都是特别漂亮 唯独他这一间房子呢,却非常的低调 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房子拆掉,重新再建一个大的别墅呢? 干嘛还要在这个房子的旁边再去建一个新房子呢? 这个有点让人不识其解 房子的一侧还有一个土厕所 左右两侧都是没有进行粉刷的 其实这栋房子还是挺新的 基本的框架都是保存完好 站在这里,我发现他这里的视角非常的好 就是有一种东高圆望的感觉 蒙前这里呢,摆放了很多农运工具 估计他父母亲应该是非常勤劳 自己买这个供田机供田 这样的话就省去了不少的费用 因为在轮村里面种田大部分都是请人工去供田的 不会自己说是去买一套设备去供田 他这个门也是木制的 非常简单的玻璃门窗 里面呢已经是大门紧闭了 本来想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的 他把门锁了 他们家这个房子挺小的 估计还不到100坪 由此可见小时候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艰苦的 真的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出了这么多人才 透过这个窗外可以看见里面堆放了很多的杂物 门也是紧锁的 其实这种锁都可以用铁丝套开的 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个网 其实他是专门的换过的 这个屋顶上的网比较的新 由此可见呢 他们肯定是不想把这个房子拆掉的 他这里整体上来说交通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有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嘛 只不过唯一不太好的就是有点偏僻 不过这样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如果白送一套房子给你 你会居住在这里吗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如果是你 你会把老家的房子重新再建过吗 又或者说是没必要再回来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